大家好,我是电影迷小雅,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《行尸走肉》第五季的第十一和十二集。 上回说到,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,瑞克团疲惫不堪,期间一个自称是朋友的神秘人在路上流下了水,但瑞克团担心有诈并没有引诱。 随后,在古仓经历恐怖的暴风雨之夜后,马基与萨莎遇到一个自称亚伦的男人,他说出了瑞克的名字,表示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。 两人收缴了亚伦身上的武器,将他带回古仓。 瑞克等人见到眼前这个陌生人瞬间都警觉起来。 亚伦告诉瑞克,他生活在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社区,希望瑞克等人能加入他们。 瑞克显然不相信亚伦,没办法,亚伦让萨莎将他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,其中就有一些社区的照片。 可见社区四周由钢板组成的高墙组成,十分牢固。 亚伦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,除非得到他们的允许,否则不管是人类还是丧尸都无法进入社区。 对于他们而言,人类才是最重要的资源。 这番话,瑞克团在终点战的时候也听过。 亚伦还想继续说服瑞克,结果直接被瑞克打了一拳头。 瑞克让大家时刻保持警惕,谁知道亚伦有没有同伙。 马基替亚伦辩解道,当时自己与萨莎并没有注意到他,如果他是坏人,可能早就对二人动手了。 可瑞克依旧保持高度戒备。 不凑小的是,卡尔意外在亚伦背包中发现一把信号枪,这说明亚伦是有同伙的。 瑞克赶紧逼问他,社区到底来了多少人。 此时亚伦知道不管自己怎么说,瑞克都不会相信。 亚伦坦言给瑞克团送水的人就是他。 达利尔突然反应过来,亚伦肯定跟踪大家有一段时间了。 亚伦承认了自己跟踪的事情,他目睹瑞克团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互相残杀,这也是他想要说服瑞克团加入社区的原因。 关于同伙数量的问题,瑞克一直追问,亚伦只好透露只有一个同伴,他们的车就停在不远处的六号公路上。 因为昨晚的暴风雨,车子没法开过来,如果瑞克同意了,众人便能坐车一同返回社区。 此时的瑞克还是不相信,认为根本没车是个圈套。 亚伦继续说道,如果自己真想害他们,昨晚趁大家睡着的时候就能动手,放火点燃骨仓。 听到这里,刀女有了想法,想要亲自验证亚伦有没有骗人,马基和格伦也觉得可以去找找车。 最终,刀女带着一队人马外出,瑞克和刀女约定好,要是一个小时后没有返回骨仓,他便会出去支援。 刀女等人很快来到六号公路上,他们不知道的是,一个陌生男人正躲在暗处观察。 亚伦没有欺骗大家,公路上的确停着一辆小轿车和一辆房车。 亚伦拉罕与罗西塔上车查看,确定车厢里是安全的,随后他们还在车上发现了一些罐头。 瑞克这边,亚伦主动和瑞克交谈,他透露灾片前自己为非政府组织工作,负责为三角洲地区运送食品与药物。 他表示,瑞克团里的都是好人,瑞克则告诉他,好人并不代表就不会杀人,要是刀女他们一小时后回不来,我会立刻杀死你。 花音刚落,朱迪斯因为饥饿大哭起来。 亚伦提示瑞克,我带了一些苹果酱,可以给朱迪斯拿来冲击,这样做不是要来讨好你,毕竟哭声是会引来丧尸的。 虽然亚伦说的有道理,但瑞克依旧十分谨慎,担心苹果酱有问题,他让亚伦先尝了一口,确定没有问题才喂食朱迪斯。 刀女这边将车子全部都开回骨仓,看着从车上找到的物资,瑞克告诉亚伦,就算不去社区,这些东西都归他们所有。 见瑞克不是很想去社区,刀女站出来发表了态度,他认为既然亚伦没有欺骗大家,倒不如去社区看看。 达里尔助攻了一把,认为骨仓一骨子难闻的味道,确实不适合待太久。 少数服从多数,瑞克只好答应前往。 瑞克告诉亚伦,去社区可以,但是必须有我们的人开车,你只要说出前往社区的路线。 最后,亚伦只是告诉瑞克走16号公路,那里已经被清理过,至于路线,等到了16号公路再说。 担心有陷阱,瑞克并没有走16号公路,反而选择了绕远路的23号公路。 瑞克团分成了两队,瑞克,刀女,格伦与亚伦,四人坐在小轿车里开路,瑞克在车上发现了很多牌照。 亚伦解释,他有收集50周车牌的小癖号,刀女看着手中的社区照片,发现没有一张照片上出现社区里的人物。 对此,亚伦表示,他曾经有一张社区居民大合照,可惜曝光出现了一点问题。 此时,刀女突然意识到忘了什么事情,原来瑞克还没有向亚伦发起经典三问。 这次换刀女提问,亚伦坦言自己杀过不少丧尸,不记得具体数量,他也杀过两个人,理由是对方想杀死自己。 亚伦的回答并没有什么毛病,就在这时,瑞克意外发现他藏在车里的窃听器,这让瑞克瞬间暴躁起来。 因为这件事,开车的格伦也受到干扰,没看清公路上的尸群,静止开车穿了过去。 可回头一看才发现,房车没有跟过来,两辆车被尸群隔开。 格伦等人本想开车返回,但因为引擎被丧尸残骸卡住无法发动。 就在刀女下车处理的时候,不远处的夜空闪过一枚信号弹,见状亚伦着急下车,表示一切到此为止,随即便跑进小树林,朝信号弹放射方向行进。 刀女本想抓回亚伦,但被瑞克阻止,现在更重要的是和卡尔等人会合。 但刀女认为,卡尔等人一定以为刚才的信号弹是他们放的,所以大家跟着亚伦也走进了小树林。 狮群的出现让格伦与瑞克刀女走散,不久格伦便遇到了正在被丧尸攻击的亚伦,他本想一走了之,但最后还是出手救了亚伦。 瑞克成功找到格伦,四人一起前往信号弹的方向,不久他们便来到一处废弃大楼。 卡尔等人就在这里等着,亚伦直接跑进房间里,床上躺着一个叫艾里克的男人,他是亚伦的同行爱人,因为不小心受了伤,所以发射了信号弹,最后被马基给救了。 亚伦向众人表示感谢,大家决定在这里过夜,天亮后再出现。 谨慎的瑞克要求亚伦单独睡一遍,亚伦说道除非杀死他,否则一定要和艾里克待在一起。 最后在格伦的劝说下,瑞克才选择让步。 到达社区之前,瑞克偷偷在一个破房子前藏了一把小手枪。 众人顺利来到亚历山大社区门口,里面传来孩子的嬉闹声,这让瑞克放松了下来。 下车后,卡洛尔告诉瑞克,你认为社区有危险看来是错的,但你谨慎形势作风是对的。 进入社区内部后,负责弹门守卫的尼古拉斯要求瑞克团上缴武器, 但在默清对方底细之前,瑞克肯定是不愿意让自己处于被动位置的。 随后,社区领导人迪安娜接见了瑞克,他表示,社区里讲究透明,所以两人对话会被全程录像。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可以知道,灾变前,迪安娜曾是国会议员,灾变后,政府将她安置在了亚历山大。 这个高级社区中,她的丈夫是一位建筑学家,成功给社区外建造了高墙,之后他们便陆陆续续收留了一些幸存者。 由于这些人一直躲在高墙后生活,所以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。 要想让社区更稳定,还需要一些在丧尸世界里真正闯荡过的人,瑞克团便是这样的存在。 他们也是唯一被迪安娜看中并接纳的队伍。 迪安娜打探起瑞克之前的职业,可瑞克并不愿意多说,只是建议他们看好社区大门,不要随便让人进来。 现在人们为了自保,只会利用别人的弱点不择手段。 瑞克坦言自己杀过不少人,他们威胁到了家人和朋友。 迪安娜也表示,自己曾流放过三个不适合社区的人,这样做无异于杀死他们。 随后她提到了卡尔与朱迪斯,认为瑞克应该给他们创造好的成长环境。 不愧是议员出身,一番话下来,瑞克终于告诉她自己曾是亚特兰大近郊的陷阱。 对此迪安娜倒是毫不惊讶,瑞克团终究还是服从社区规定上缴武器,外出时才可以拿走武器。 随后,亚伦给瑞克团分配了两栋连在一起的豪华小别墅,一看就是栽变前大家想住但住不起的内容。 房间里不仅有水,还有换洗的干净衣服,瑞克二话不说赶紧冲个热水澡。 看着镜子里胡子拉叉的自己,瑞克终于有心思刮了刮胡子。 刚洗完澡,一个叫杰西的女人提着一篮子生活用品出现在门口,看到瑞克的长头发,还主动提出要帮她理发。 瑞克接受了杰西的好意,过程中杰西还告诉她自己是两个孩子的妈,大儿子罗恩,小儿子山姆。 罗恩和卡尔年纪相仿,有空可以一起玩耍。 迪安娜随后面谈了达里尔,她全程都没有坐在座位上,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留在社区时,她只是回答,卡尔和朱迪斯应该有个家。 之后,瑞克找到达里尔与卡罗尔,她认为大家武器都不在身上,还被分在两栋房子里,保险起见,第一晚大家还是住在一起比较好。 晚上,所有人在别墅里打起了地铺,迪安娜找上门来,看到仿佛年轻十岁的瑞克差点被认出来。 她告诉众人,按照社区规定,会给每一个人分配一份工作,离开前她忍不住感慨道,想不到你们这群背景迥异,毫无共性的人,竟能组成一个大家庭。 第二天早上,在接受迪安娜面谈时,刀女明确表态,自己要和全队小伙伴留在社区。 瑞克这边发现,卡尔与朱迪斯不见踪影,瞬间紧张起来,慌乱中撞坏了杰西的猫头鹰雕像,不过得知真相的杰西不仅没责怪瑞克,反而带她去找卡尔。 原来她正带着朱迪斯与一对老夫妇聊天,杰西表示他们已经很久没见到过婴儿了,一定很喜欢朱迪斯。 征得瑞克的同意后,杰西让卡尔去找儿子罗恩玩耍,在房间里,卡尔认识了罗恩兄弟,还有一个略显孤僻的女孩,伊尼德。 她是八个月前来到社区的,卡尔在面谈时并没有准确回复迪安娜愿不愿意留在社区。 事后她告诉瑞克,社区挺好,就是这里的人太弱了,担心待在这里会让他们也变得脆弱。 晚上,瑞克睡不着到外面溜达,结果一个男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主动和瑞克打招呼, 欢迎他们入住亚历山大。 这个男人正是杰西的丈夫皮特。 隔天到了卡罗尔的面试环节,他在迪安娜面前隐藏得很深,不仅谎称自己和家宝丈夫关系很好, 还声称没什么能力为团队做贡献,只能干些保姆的活,使大家一直保护着自己。 卡罗尔希望参与到社区活动中,因为他很善于和人打交道。 格伦给迪安娜的答案和刀女一样明确,那就是留在社区。 因为大家在外漂泊太久了,卡尔意外中间伊尼德偷溜出了社区, 并好奇跟路过去,但在小树林里还是跟丢了。 瑞克外出想拿回自己之前藏好的小手枪,却发现枪已经被人拿走。 负责外出寻找补给的艾登,想带着格伦、诺亚以及塔拉外出, 顺便检验一下他们的实力。 从艾登严刑举止可以看出,他虽然年纪轻轻,但傲娇得很, 毕竟是迪安娜儿子,总有点官二代的架子。 艾登告诉格伦等人在外凡事都要听他的, 之前就有四个小伙伴不守规矩,结果被丧尸杀了, 而他也抓住了那个丧尸,把他吊在树上。 这样的操作实在让格伦有些看不懂, 不过等他们来到树下时,发现丧尸早就逃之夭夭。 为了引出他,尼古拉斯竟吹起了口哨, 不一会儿,丧尸便现身了,艾登还想活捉他, 结果让塔拉陷入危险的境地, 眼看情况不妙,格伦果断出手解决丧尸。 这一举动让艾登十分生气, 回到社区后,他和格伦吵了起来, 艾登认为格伦不适合外出, 但却被格伦讽刺是他太傻太天真, 争吵神让达里尔赶了过来, 当着迪安娜的面,艾登想打格伦反被控制。 暴脾气的达里尔瞬间就控制了尼古拉斯, 要不是瑞克及时出检拉开了达里尔, 有他好果子吃。 迪安娜告诉艾登, 现在瑞克团已经是社区里的一份子, 必须平等对待。 随后当场任命瑞克为社区的治安官, 刀女负责协助, 对此瑞克二人欣然接受, 当晚瑞克便穿上了警服, 此时卡罗尔也表达了和卡尔同样的担心, 害怕安逸的环境会让团队变弱, 但瑞克却对大家很有信心, 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, 实在不行他会取代迪安娜, 接管亚历山大社区。 瑞克的首将到底被什么人拿走了, 成为治安官的瑞克, 又能为脆弱的社区做些什么呢?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吧。